大家好,今天来到了家之旅防射厂 大家好,我是家之旅防射龙飞 看到大家很高兴 也是老朋友了 他们厂里面的产品我都看了 确实是很有特色 我先这样大概来介绍一下吧 从底盘部分 我们就以460为例 我使用的底盘是薄薄进口 原装的底盘 就是原装进口的本套底盘 然后车上的骨架使用的是铝骨架 铝骨 车内的板子使用的是 10级繁保以上的 防车专用的板材 就是用料这方面 繁保可能也好 是10级以上的繁保等级 然后我们这个车还有一个特色 我们使用的是那个 48伏的那个铁铁电池 48伏的那个电动系统 对,电动方面 然后我们的那个配动方面 说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我们的是能够能够 我们 进行过那个图纸计算 然后再进行那个实际的配动 其实基本做的左右配动 不会逃过30公斤 那个30公斤 然后前面的那个下行压力 一般是那个控制在 整体的5%到8%之间 它的下行压力 也有人问一下 就说你们前面那个空调主机 放在前面那个拖杠上面了 那个拖壁上面了 它会不会影响配动 那个空调主机放在那个拖壁上面 其实我们已经安装之前 已经考虑了配动的问题 基本上它的动量也就是 5%到8%之间已经考虑好了的 就那个下行压力的时候 基本上是前面有下行压力 一般是那个七八十公斤左右吧 七八十公斤 达到标准了 它那个是满载水线150 可以不可以带着水跑 嗯,带水是这样吧 我建议客户 如果你的车辆 你加满水以后没涛动的话 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你把水全部加满 嗯 它就左右部份上的那个 产生那个波浪 嗯 要不就是你把水 基本上是做的全部 放干净 放干净 最怕的是那个水呀 水箱它是一半 哦 发生以后就担心 它产生那个波浪 里面的那个 左右摇摆 就是说你这个万一 比如说我到目的地了 可能 呃 目的地不好加水 还有个七八十公里 我现在有个地方能加水 我就把水加满 跑是没问题的 跑是没问题的 像那种情况 如果我们加满水以后 可能车辆的那个载动量啊 可能已经接近它的临界值 有可能的话 那时候我们把车速啊 嗯 尽量把它降下来 哦 不要超速行驶 不要超速行驶 尽量是慢速行驶 哦 好吧 那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的 嗯 不建议了 不建议 不建议 不建议糖时间 哦 你现在到云地了 还有个十公里 二十公里 那时候 我们可以加满水 这是慢速行驶 慢速行驶 哦 不建议长时间 不建议糖时间 那个电池可以加的 最大的是 加的多少 嗯 像 以我们现在的客户为例 我加的最大的是 那个四十八伏 那个二百三十五安时 哦 那就很大了 很大了 那就很大了 因为那个水电量 已经超过了十多电吧 对对对对 然后太阳能板呢 太阳能板 目前我们客户 有些是这样的 一般它在加的是那个软板 客户一般有加三百瓦的 也有加那个六百瓦的 甚至一个客户 我们会跟他再加 六百瓦的前级上 然后再一次 同时再预留那个 当那个便携式 太阳能板的那个限速 便携式的 那个可以挪动的 你可以调整 因为我们之前有客户 他之前哈 他是自己是玩那个长车的 哦 他自己已经有便携式的 那个太阳能板了 哦 那就比较方便了 比较方便了 嗯 所以说目前 再加六百瓦的前级 那个基础上 还有加那个便携式的 那个太阳能板的 便携式太阳能板 就是可以随着阳光 随着阳光 对 各种方向之类的 嗯 可以增加转化率 对对对对 嗯 的